欢迎您收看体育简报 勇士队退役安德鲁 琼斯的25号球衣 以此向他致敬 这可能会为名人堂的势头提供推动力 多伦多星报 安德鲁 琼斯是前亚特兰大勇士队的球员 他的球衣号码在周六晚上被球队退役 琼斯在职业生涯中赢得了10个金手套奖 从1996年到2007年为勇士队效力 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外野手之一 退役号码的荣誉可能有助于琼斯入选棒球名人堂 在11位退役号码的勇士队球员或经理中 只有戴尔莫菲没有入选名人堂 琼斯在2023年的美国棒球记者协会选举中 获得了第四多的选票 迪龙 加布里埃尔的四次传球 Touchdown帮助18号奥克拉荷马队 以28比11战胜SMU队 多伦多星报 第18号奥克拉荷马队 在一场激烈的比赛中 以28比11击败了SMU队 迪龙 加布里埃尔为Sooners队 投出了四次触地得分 而塔维 沃克则以职业生涯最高的117码冲刺马数 安德烈尔 安东尼接到了七次传球 总共76码并得分一次 SMU队在总马数上超过了奥克拉荷马队 但是他们犯了两次失误 并且被封堵了一次球 奥克拉荷马队的防守表现出色 而球队的进攻在第四节获得了动力 SMU队表现出竞争力 并且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攻 但是他们在结束进攻时遇到了困难 这场胜利不太可能对奥克拉荷马队 在排名中产生重大影响 SMU队将在下一场比赛中面对Prairie View 而奥克拉荷马队将迎战Tausa 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格雷格 贝尔哈特的第二个阶段的首场比赛中 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 华盛顿邮报 格雷格 贝尔哈特开始了他第二次担任 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教练的工作 以3比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这场胜利是在卡塔尔世界杯16强出局后 以及贝尔哈特再次任命引发争议之后取得的 美国男足在上半场控制了比赛 并通过蒂姆维埃尔提前打入一球 然而 在比赛结束前的几分钟 两次防守失误差点让他们付出代价 但里卡多 佩皮和克里斯蒂安 普利西奇在最后时刻进球 确保了胜利 贝尔哈特的合同在世界杯后到期 许多球迷并不欢迎他的再次任命 然而 凭借新的名单和专注于培养人才 贝尔哈特的目标是为2024年在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 打造一支强大的球队 美国男足目前在国际足联排名中 位列第11位 迪龙 加布里埃尔的四次传球 Touchdown帮助排名第18的 俄克拉荷马大学以28比11战胜南方法兰大学 美联社 第18号奥克拉荷马队在一场比赛中 以28比11击败了SMU 尽管奥克拉荷马队的进攻有失表现不佳 四分位迪龙 加布里埃尔传出了四次触地传球 安德利尔 安东尼接到了七次传球 总共76码并得到了一个触地得分 塔维 沃克跑出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17码 SMU在总码数上超过了奥克拉荷马队 但奥克拉荷马队的防守坚持到底 没有让对手得到任何失误 SMU表现出了潜力 但在结束进攻时遇到了困难 FCS成员福特汉姆大学 以40比37击败水牛城大学 CJ蒙特斯贡献五个Touchdowns 美联社 FCS成员福特汉姆大学 在周六的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以40比37击败了布法罗大学 福特汉姆大学的四分位 CJ蒙特斯传球达到309码 并完成了五次触地得分 其中包括在比赛还剩2分37秒时 向MJ赖特传出的领先一分的得分 这是布法罗大学连续第二个赛季输给 FCS项目的比赛 上一次输给了圣十字军 布法罗大学的踢球手亚历克斯 麦克纳尔蒂尝试了一次可能扳平比分的射门 但是偏出了左边 蒙特斯向四名不同的接球手传出了得分球 其中赖特以七次接球159码 和一个触地得分领导球队 福特汉姆大学的跑位朱利耶斯 洛格里奇在上半场冲刺达到了106码 布法罗大学的四分位科尔 斯奈德在失败的努力中 传球达到了265码 并完成了三次触地得分 斯瓦博尔轰出第42号拳雷打 马什在费城人队 以8比4击败马铃鱼的比赛中 贡献三个打点 多伦多星报 凯尔 斯瓦博尔 击出了一个三分拳雷打 布兰登 马什用一个二雷打带进了三分 帮助费城费城人队 以8比4战胜迈阿密马铃鱼队 斯瓦博尔的拳雷打 是他本赛季的第42个 仅比去年创下的个人最高纪录少一个 这场胜利是费城人队 保持在外卡席位的领先位置 斯瓦博尔轰出第42号拳雷打 马什贡献三个打点 费城人队以8比4击败马铃鱼队 美联社 凯尔 斯瓦博 凯尔 斯瓦博尔 击出了一个三分拳雷打 布兰登 马什 Brandon Marsh 在一次清空雷打双打中 贡献了三分 帮助费城费城人队 在周六晚上以8比4击败迈阿密马铃鱼队 斯瓦博本赛季打出了他的第42个拳雷打 他的三个打点 使他的赛季总计达到了93个 仅比他上赛季创下的个人最佳记录少一个 马铃鱼队 在进入比赛时 仅落后一个全国联盟外卡席位 并在前一晚击败了费城人队 乔纳罗 斯科特在第四节跑进两个处地得分 迈尔斯学院以21比17击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美联社 Miles College 一个二级学院的球队 在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以21比17击败了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Miles College的Generos Scott 在第四节打入两个关键的touchdown来确保胜利 Miles College的Edwin Klein-Peter Jr. 传出了一个17码的touchdown传球给J Andrews 而Spout在16次吃球中冲过70码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Demetrius Davis传球151码 有一个touchdown和两次被抄截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在第一节有一个pick6 并以一次63码的touchdown传球 取得了14-0的领先 Shichit贡献4个touchdown帮助罗伯特 莫里斯大学以31比21击败圣弗朗西斯大学 美联社 罗伯特 莫里斯大学的橄榄球队 殖民者以31-21的最终比分击败了圣弗朗西斯大学 殖民者队的四分位安东尼 奇奇特向三名不同的接球手传出了三次触地得分 奇奇特还从宽接康纳 贝克尔纳里接到了一个触地得分 在半场结束前 殖民者队以17比14领先后再也没有落后 圣弗朗西斯大学的四分位科尔 多伊尔传球187码 并完成了一个触地得分 蓝色轰炸机在51-6的班桥丸比赛中 击败了粗骑士队 多伦多星报 温尼伯蓝色轰炸机在周六的班桥丸比赛中 以51比6击败了萨斯卡彻温促广人队 报了劳动节经典赛的一箭之仇 主教练迈克 奥谢赞扬了球队的表现 称这是一场干净的比赛 并表示很难找到任何缺点 四分位扎克 克拉罗斯在上半场投出了五次触地得分 跑为布雷迪 奥利维拉本赛季冲过了1000码 而防守则仅让粗广人队得到两个射门 凭借这场胜利 蓝色轰炸机锁定了季后赛席位 并以十胜三负的战绩 领先加拿大橄榄球联盟西部分区 第九号田纳西队在顽强的奥斯汀皮大学队身上发起反击 以30比13获胜 美联社 周六晚上 第九名的田纳西队以30比13击败奥斯汀皮大学 乔米尔顿三市在上半场末尾跑进六马达镇 并在下半场早期向拉梅尔 激顿传出五马的得分传球 田纳西志愿者队在备战下周对阵佛罗里达的东南联盟揭幕战之前 赢得了他们的第十场连胜主场比赛 哈德森 卡德在漫长的天气延迟后带领锅鲁工队以24比17击败大理石队 美联社 普渡大学以24杠时期的比分击败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经过漫长的天气延迟 普渡大学的四分位 哈德森 卡德 传球248马并冲进了一个触地得分 带领球队获得胜利 比赛被一场雷暴打断 导致超过五个小时的延迟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17比0落后的情况下 发起反击 但在下半场表现不佳 尤其是他们的跑球进攻效果不佳 普渡大学的胜利是他们本赛季的首场胜利 也是新任主教练瑞恩沃尔特斯的首胜 特技戏法和拉新 阿里的三次触地得分帮助马歇尔大学以31比13 击败东卡罗莱纳大学 美联社 周六晚上 马歇尔大学在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中以31比13 击败了东卡罗莱纳大学 拉新 阿里为马歇尔大学打入了三个Touchdown 其中包括一次56马的冲刺 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 接球首查尔斯 蒙哥玛利还传出一次75马的Touchdown传球给凯勒 迈克米兰 迈卡 亚伯拉罕为马歇尔大学抄截了一次传球 为阿里打入了另一个Touchdown 东卡罗莱纳大学的梅森 加西亚完成了23次传球中的10次 总共62马 并且打入了一个Touchdown 伯纳德 托米奇打破沉默 谈论两名男子在黄金海岸袭击他的视频 澳洲ABC 澳大利亚网球选手伯纳德 托米奇回应了一段他在黄金海岸遭到袭击的视频 称这起事件发生在几年前 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浮出水面 这段16秒的视频在周五走红 显示两名男子试图踢合踩托米奇 并对他进行辱骂 昆士兰警方表示 他们已经知晓该视频 但由于没有正式投诉 无法进行调查 当时 托米奇正在伊斯坦布尔参加挑战者巡回赛 在向1998年的球队致敬后 洛伊西加允许泰勒在阳基队 以9比2输给熊鹿队的比赛中取得领先的拳雷打 多伦多星报 纽约阳基队 以9比2输给尼尔沃基酿九人队 战绩跌至低于五成 阳基队已经连续三场比赛失利 有可能迎来自1992年以来的首个负面赛季 密尔沃基队在第八局打出了一支领先拳雷打 并总共得分三分以确保胜利 酿九人队现在在国家联盟中央分区 领先第二名芝加哥小熊队四场胜利 Kathryn Hui和Joel Fonseca 赢得了美国公开赛青少年单打冠军 多伦多星报 美国少年凯瑟琳会在美国公开赛上获得了青少年冠军 为他的同胞柯柯 高福的成功增添了光彩 后者赢得了女子冠军 18岁的会议直落两盘 击败了杰克的九号种子特雷扎 瓦伦托瓦 会表达了对高福的钦佩 并称他是自己的榜样 在男子组比赛中 巴西的乔奥 封赛卡通过击败美国的莱纳 田获得了冠军 AP Top 25摘要 迈阿密的突破 ACC对SEC的声明 科罗拉多不是偶然 多伦多星报 迈阿密预风队在教练马里奥 克里斯托巴尔的带领下 以48比33击败了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农民队 展示了球队的潜力 飓风队的胜利 打破了他们对东南联盟球队的 连败记录 并为该计划带来了希望 迈阿密队的表现 比上赛季大为改善 上赛季 他们以5胜7负的战绩结束 并有过几次令人尴尬的表现 四分为泰勒 范黛克传球374马 完成了五次触地得分 而进攻现在面对实力强大的 农民队防线时表现出色 飓风队还在亚科比 乔治和布拉沙德 史密斯身上找到了武器 这场胜利是大西洋岩岸联盟 对东南联盟的强势开局的一部分 大西洋岩岸联盟 在对阵东南联盟的比赛中 取得了四胜一负的战绩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农民队的失败 使得在上赛季以5胜7负的战绩结束后 很难卖出士气胜利 虽然农民队的进攻看起来很强大 但他们在对阵5大联盟球队时遇到了困难 在过去的12场比赛中 只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 沃特斯帮助排名第21的杜克大学 以42比7击败FCS对手拉斐特 继续在克莱姆森大学的胜利后 取得胜利 多伦多星报 21号杜克大学 在他们本赛季的第二场比赛中 以42比7击败了拉斐特大学 乔丹 沃特斯创造了职业生涯新高的 112码冲刺码和两个Touchdown 而雅克 摩尔则贡献了72码冲刺码和一个Touchdown 篮模队利用他们的地面进攻 控制了比赛并确保了胜利 在教练迈克 埃尔科的带领下 杜克大学连续第二个赛季 取得了二胜零负的战绩 他们将在下一场比赛中 面对西北大学 斯库巴尔和维尔林带领老虎队 以3比1战胜白瓦队 多伦多星报 塔里克 斯库巴尔投出了五局无失分 底特律老虎队 以3比1击败了芝加哥白瓦队 马特 维尔林格 Matt Vierling 击出了一支拳雷打 并为老虎队得分两次 斯库巴尔在胜利中 只允许了两支安打 并投出了9次三阵 亚历克斯 朗格 Alex Lang 为了保护胜利 完成了4个出局 荷赛 乌雷尼亚 Jose Ureña 在芝加哥首秀中 投出了4局比赛 允许了1分和4支安打 白瓦队在比赛中 被三阵了15次 维尔林格在第7局 击出了一个独立拳雷打 将老虎队的领先优势 扩大到3-0 亚斯玛尼 格兰达尔 Yasmany Grandel 在第8局 为白瓦队 打下了唯一的一分 男子成为首位截止者 游过北海峡 BBC 乔恩帝 沃内肯 是一位英国男子 他在1994年的一次车祸中 失去了一条腿 他成为第一个 独自游过北海峡的截止者 从北爱尔兰游到苏格兰 由于北海峡的强大水流 和寒冷温度 他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艰难的游泳挑战之一 沃内肯用时15小时24分钟 完成了33.5英里的游泳 途中被水母遮了几次 他此次活动 是为了为开放乡村慈善机构 筹集资金 该机构帮助残疾人士进入乡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提醒了 再次的故事 出品 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在世界任何地方 里面 在世界任何地方 里面 在世界任何地方 大学 就能够 进行 这些地方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2013场合理 优独立新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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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